小火车停在路口转轿车辆来来去去 连到升降平台还会震动 驾驶器玩货升起平台 却没人在外指挥 果然马上出意外 一辆白色熊绿车 刮号大一身 长长裂痕清楚可见 气力声响不仅让路过民众回头张望 升降平台有多锐利 连瑞典战车的板筋都被腰斩 只见闯货的货车司机轻松走出来 对着路面比来比去 难道没绕过去 爱车被腰斩司机没责任吗 影片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恭喜刮众一辆VOLVO 谁给他的勇气这样停跟升降 30万要飞了 半斤惨遭切断 花脸则是有驾驶差点被捣砍 白色边W沿途减速 刹车又暂停 看到百杀二巧回转时 后方驾驶忍不住按了喇叭提醒 引来对方不满开床亮刀 一边倒车一边开马 想着驾驶把硬片PO上网 涉及到刑法的强制及恐吓罪 已经主动的进行侦办 虽然警方没有货报 但亮刀已触犯恐吓罪 而作乱减速也可开罚 另外在屏东则出现离谱的脏脏车 他车牌完全看不到 原先这辆车仿佛上了一层保护色 连车子加速超车轮胎都喷出粉尘 真的好撤 从车顶车窗保险感到轮胎 统统盖上一层厚厚的泥灰 就连车牌也都看不见 像是被粉尘包抹 夸张上路的还有高雄这名驾驶 道路封闭又左转 居然逆向开进轻轨 当场卡在轨道上 造成草皮和亮处洒水设施回算 先后这个路段正在复刊 没通车 只是驾驶的一时疏忽 恐怕得灭了零后续的损坏费用 记者杜一轩黄听耀赵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